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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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承諜要有多一些 大概3000億 3000億啦 3000億算 還不錯啦 正常來講是 注意看 這個 這個漲上去100多點 再跌下來都很正常 因為都是控制這檔股票 這上下也是6塊錢 大概要等 明天還會有 因為明天比較難計算 因為明天是 有個周選擇權結算 所以成交量 我沒有辦法預估說一定會 會降低啦 如果不是周選擇權結算 那明天成交量也會不高啦 但是明天就算是 成交量 比今天還多一些 也不會超過這兩天成交量 那預估禮拜四 成交量會超過這兩天 預估禮拜四 就是禮拜四玩比較大 那台積電禮拜四 就會表態 明天還是不會 明天還是一樣 這邊混 就是在這一根K線底下 在這一根K線底下 在這一根K線底下 整理 上不去下不來嘛 成交量這個都算低啦 這個一兩萬張成交量 台積電有2500多萬張 2500多萬張 就算10萬張成交量也少啊 2500多萬張欸 那一趴出來完而已啊 一趴1%就是25000張啊 有得好笑的 台積電也沒人在玩啊 你看那些AI相關公益院 左轉率都很高啊 對不對 左轉率都非常高 當充率也非常高 那因為大家市場就在等 揮打的這個財報嘛 揮打的財報之後還有個 馬威爾 就是麥威爾 這家 這家是AI相關公益院 大家比較不熟啊 那揮打的財報到底怎樣呢 我跟你講 揮打的財報到底怎樣 怎樣啊 你做多你就會把財報會利多嘛 會暴漲百分之二十嘛 就像上一次一樣暴漲百分之二十嘛 那你做空你就會暴跌百分之三十嘛 對不對 或者是你是空手你想要買 買AI相關公益院覺得漲太多了 你想要等著買 你當然希望它崩盤啊 當然希望揮打崩盤啊 對不對 那你到底怎樣 你不可能知道 我也不會知道 記者也不會知道 外資也不會知道 投信也不會知道 沒有一個知道 原則上來講只有兩個知道 老闆知道 老闆是誰 就是那個穿皮衣那個 黃仁鑫啊 他當然知道他老闆啊 還有一個財務長知道 其他人不准知道 知道的話就有罪 就是內線 洩漏消息 所以不會有 就是只有核心的人知道 那核心的人會不會講 黃仁鑫會不會自己跑出來說 先跟你講 不會啊 他怎麼可能會講 所以是在禮拜三 美國的收盤以後 今天禮拜二嘛 美國收盤以後啊 美國收盤以後 才會公佈 就是像這個美國收盤 比如說這個是納斯達的指數 那個NVIDIA是這邊掛牌的 費城半導體 裡面有30張股票 有輝達還有台積電 都這邊掛牌 所以要禮拜三 8月23號 美國收盤以後 那台北時間就是凌晨啊 我們的禮拜是凌晨啊 台北時間禮拜是凌晨 我們會知道 然後他的股票價格會反映在盤後 正常盤還不知道 那昨天回答有先漲 那可能是有市場有預期 或者是技術面的反彈 回答這一次從480.4美元 有回測到403.12 就跌了16% 我在TG有講 然後這一次反彈啊 反彈到470塊了 反彈了16.8% 跌16.1%反彈16.8% 你說跌 表示說基期低的時候 它的力量 它上漲的幅度會更大 就要像這樣 譬如說 這個跌了30% 應該是33%左右吧 可是它如果從這裡267 跑到這裡來 這邊就漲了50% 所以這邊跌33% 這邊可以漲百 如果到達原來的價位 到達50% 所以回答如果說從403 又跑到了歷史上的高點 它的漲幅當然就超過之前的下跌 這個很容易理解 那回答公佈以後會怎樣 但是很多分析師跟你講說 回答第二季的營收 第二季營收 因為回答公司大概之前有講過 大概110億美金 那如果公佈出來 也可能超過110億 120也有可能 甚至更高有可能第二季 那獲利它會跟你講 可是它還會講第三季喔 正常的公司一定會講第三季 講未來 就好像說四星 四星對不對 那老闆說 我們 原本他之前的法人說明會 他說 我們今年要做8億美金 8億啊 我們今年會營收會 會到8億美金 結果他最近就講了說 我們調高啦 我們是預估會到9到9.5億 9到9.5億 它有個區間 那9.5億的話 你把它算成台幣大概 快接近300億了 對不對 那這家公司明年至少 會再加兩成 至少 minimum 也就是它會做到350億到360億的生意 然後毛利會提升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看好事情 我之前就跟你講過 四星明年會賺65塊 我不是看這裡 我沒有那麼low 你是看這裡的 這個以前是13塊 這個是25塊 再往前推一年它是13塊而已 然後它第一季是8塊 第二季加上10塊 所以它第一季第二季上半年是18塊 那18塊你怎麼估計年45塊 我還保守 我估今年45塊還保守 你上半年18塊 那不是 老師那這樣不是才30幾塊 30幾塊是你說的 因為你是小白啊 你又不懂 我是估45塊 我是很保守的估它45塊 明年是估65塊 後年估80塊 是非常保守的估計喔 我是非常保守 我是估後年四星是80塊 是非常保守 膽子大一點的話 可以估到100塊 EPS喔 難怪它當股王 那說股票價格是看未來 不是看過去 你不能看這裡啊 就好像你不能看這裡啊 你不能看這裡啊 你不能看這裡做股票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不能看這裡做股票啊 看這裡做股票是小白才會看這裡啊 用這個在算EPS啊 用這個在算本益比啊 用這個在算本益比啊 很好笑耶 不股票啊 每天看報告做股票 不然就拍電動 發手機 只會這樣而已就要做股票 不認真嘛 我就說過要股票啊 股票不是看以前還是看後面 所以我現在講又回到了回答 好回答說 如果公佈出來是110到120 比較符合預期 第二季 那當然獲利一定不錯 這訂單搶 大家都在搶 A100 H100 大家都在搶 這個晶片 一顆晶片就可以賣到 賣到這個 大概三萬塊的美金 就是 那你現在回答要講第二季啊 第三季啊 老闆會講啊 我們第三季要做多少 那現在市場估計大概 大概 大概最高大概可以估到140到150 美金 那如果說真的是公佈出來 他如果老闆說 我們第三季啊 不要說到150啦 就到140就好 我們就拼到140 甚至超過150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啦 那不得了啦 那如果說他 他只有到第三季只有到130 還120 那 那就麻煩了 那就是什麼 會讓市場 失望 因為現在市場都很high 所以到底公佈要怎麼樣呢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你公佈以後 財報一定是優秀 可是財報優是不是符合預期 或是高於市場預期 或是低於市場預期 一定要在禮拜四 華爾街的反應 盤中大家都在猜 就像昨天輝達 他也是漲了8%上來 他也是市場裡面覺得說 在預期說財報會不錯 所以有人覺得說回測到季線 輝達不是回到季線嗎 我在TG有講 回到季線以後 人家就敢買 所以股票價格如果短線 回測到季線 當然要敢買 回測到季線啊 我就跟你教過 這不是後砲嘛 我這天也買這天也買 我買兩天嘛 我說兩天我平均價 加起來是1825 我就跟你公開啦 我這邊沒有買 因為我這邊不確定 我這邊更不會買 我不可能買這裡啦 我也不會買這裡的 可是我這裡 我這兩天買 我就跟你講 我平均價 我買了兩次 你買了兩成 一千萬買兩百萬 一億買兩千萬 這一天還沒漲 這三天你都有機會 那我也跟你講 我那時候不跟你講嘛 我那時候不跟你講嘛 你也沒要聽啊 要回測季線啊 這次的買點 跟上一次的買點 我都有公開 這邊我是不是買1120嗎 當然這一筆 當然我們只要就賣掉 1120我說會回補這個缺口嗎 1120嘛 是不是會比這個缺口 那個大量區的缺口 所以我們這一筆也撈了不少 這邊坐上來 當然不可能賣到最高點 我這個也就 我們是講的是最近這一趟 現在每一個老師都會 多買有視訊啊 當然漲起來才在追誰不會 我是這邊買 我買了我馬上公開 這裡這兩天 我們會員都很多人 你說老師會員都有買嗎 沒有 不是說會員都有買 因為我們是較高的價格的會員去買 可是我都有告訴我其他的分組會員 我說我們買了這一檔 我當下就講 然後他們可以自己去買 然後詢問我們的助理 雖然他那一組 沒有那一組 我們有分組 那老師那一張一兩百塊 有的沒那麼多錢買 不是買不起 我不能講買不起 但是你不想買而已 你少講那些廢話 我都聽不下去 誰叫你要買一張 我有規定你要買一張 是不是 就說你沒有那麼多錢 你說我其實買了其他股票 我沒有辦法買一張 我有叫你買一張 你很奇怪 你都不讀書 有實力的人買五張 十張一百張都有可能 但是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你買不起一張 我就看不起你 我說你為什麼要買一張 誰叫你要買一張 如果不懂的教育制度 你可以問你的營業員 每次都在那邊睡睡戀 你幹什麼 你懂我意思嗎 我的會員 很多人也不買一張 幹嘛要買一張 那如果我跟別人公家買一張 誰叫你跟別人公家買一張 你跟誰 又不認識你跟誰公家 叫你讀書 你都不讀書 你不讀書 不懂要問你的營業員 那我現在講到輝達 那輝達 光不出來到底炒得不好 我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是在 已經是大漲大跌兩種 那大漲大跌就會影響到台積電 這個是最衝擊直接的 因為輝達是他第二大客戶 所以你拜師不是跳漲 就是跳跌啊 兩種而已啊 那哪一種 我不知道 那如果台積電跳漲 那大盤當然就是暴漲 那如果跳跌當然就是暴跌 就還要講 那你的猜測呢 如果要告訴我們一個猜測答案 你猜怎麼樣 我猜是會大漲 但是不會暴漲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脫跑 輝達已經 這幾天已經脫跑 如果說在今天禮拜二跟禮拜三 他的一個正常交易時間 他要創歷史新高 那盤後再公佈財報 那你要創歷史新高要漲了兩三成 那要公佈財報 再漲兩三成 這樣也 也有點不太像話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先反應 那公佈出來就算是利多 或者是超越市場的率 的預期 我想應該也不至於暴漲 但是會漲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那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判斷錯誤不會暴漲 那大跌怎麼辦呢 所以我的策略我就告訴你 你要先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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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迎接禮拜四的大漲大跌 你要先想好啊 你如果都不行 你就是在拔掉啊 了解吧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不行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諮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好的歡迎回到節目下 我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我認為漲的機會大於跌的機會 如果從我現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看這個K線這邊整理 這個已經拉起來了 我已經跟你講了 K底子拉起來再往下拉起來 這種拉的方式就有點類似相對 我已經講過了 也像這樣拉兩次 它也一樣 它也在醞釀這些股票 昨天我在TG裡面不是講說 這檔股票強度比較強 這兩檔 我有沒有點到這兩檔 這強度比較強 拉起來 它現在拉起來了 它會補漲 所以不要再看 不要再認為這檔股票會跌 我現在有時間了 我以後 我再跟你講創意 你不要一直看不起創意 其實股票價格跌下來 才有便宜貨 就像之前四星有跌下來 才有便宜貨 你不一定要一直去買四星 或是買什麼資源 或者是一直跟人家買這個 對不對 這個實在是也很誇張 像這種 這種有整理過了 反而容易噴出 整理這麼久了 那量放出來 這個我跟你講 這檔股票應該會比 反而比這檔股票會強 接下來 一樣是AI相關供應鏈 對不對 它這個 就是壓制在月限下 那扣體值的關係 這個問題都不大 這個都會漲 很多啦 AI相關供應鏈不是很多嗎 你看 今天我不是講說 你看這個 一拉就起來了 這個都IP股 它上來以後 當然會帶動這些 你相也知道 用相也知道 對不對 還有這個圍影 圍影就是 國外創現在都在整理 這支我告訴你 這支 你一定要注意 這個圍影 四星的做股王 我告訴你 你說這支很客氣 他本來早上 還贏四星 價格 後來他自己 想說 要不然就 利用它好了 資金就比較壞 我們不去接 這個我買了 我買兩天 買一層 買一層 一億買兩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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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千萬再買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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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萬買兩百萬 買一百萬再買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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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通局也有了 不是全部都是去AI股票 網通局你看人家過高點也是噴出 你看這個 我們是沒算了 因為我在這裡已經賣一半要出錢了 我買308.5 網通局這也是 這支我也沒在算 我那時候買244.5 後來我也是賺了兩三成我賣掉了 這個過去了 你看過去講過 網通局也是有了 這個AI股票 你看這也是 這個也是AI股票 你也知道嗎 這個也是AI股票 你不知道 這也是AI股票 很多 這個要噴也是 這也是 你看 我用這支在這裡 中家衛這支 這支也可能會破棄 你看機殼股都AI相關工 這不是AI相關工 它只是機殼而已 你看它上來以後 它就跟大家一起上來 這些都是 你會不會 很多人是做中小型股 我是不會說這個 我意思是說 可以互相聯動 所以 事情上來以後 對於這些AI相關工人的 IC設計股 IP股 EXC股 NRE股 都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如果就像這個 按摩 或者是ARM 或者是NVIDIA 我上來以後 那不得了 所以要把握這個機會 你這樣講半天 你到底禮拜三 我們到底是要怎樣 我建議 減碼 你明天減碼 明天 如果明天大跌500點 就不用減碼 或是大跌300點 就不用 因為我們先大跌 就不怕NVIDIA大跌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明天我們 沒有什麼大漲大跌 或者是明天是大漲 那也要減碼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怕 怕被人家崩盤 沒有沒有 為什麼 那是怎麼會崩盤 我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你留一些現金 有什麼不好呢 剛好都要賺錢 現在所有人都有賺錢 稍微放一些回來 不行 股票換一點 鈔票不好嗎 你不能做給我做 所以這支會補給我 這支一定補給我 這支一定補給我 你跟我講這麼多 我以後就跟你講 我告訴你這支股票 這個是 因為調降柴車的關係 但是它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一定要讓它先整理 所以說 這支會蓋 這支也一定要蓋 你看這支蓋起來 這支就蓋了 這支就要蓋了 這支就蓋了 這支就蓋了 這支會對它蓋不買 這支怎麼可能對四星蓋 它是王牌 它都對NVIDIA 我們一禮拜 也沒有一禮拜 一禮拜五而已 這支是說 一支燙五十萬 一支燙五十萬 你如果說 像你那麼有實力 你買個十張 你也燙五百 有的更好 你還要吃百頂了 五十張吃百頂 萬一有人買得去 一支燙五十萬 你買一支燙五十萬 沒有那麼久的時間 回撤上升季限 我都在這裡公開 對嗎 那王老師說 買不齊一張 買不齊一張 要怎麼買 你要去問你的營業員 你不是問我 我是老師 你問我做什麼 我是教你怎麼做高票 當時買 當時買 你的教育制度 那個規則 你要去問你的營業員 你都買不齊 你都不讀車 每天都玩手機 打電動 不怪你什麼都買不齊 加入好友 Telegram 15308 超級帶贏家 這樣了嗎 所以我明天會再跟各位 重複再講這些 就是 要怎麼做一個資金的調配 希望明天能夠表現不錯 有大漲機會 讓大家有一些 減碼股票的機會 一步一步來 價差操作 不要長期投資股票 不要一直講基本面很好 你說要做什麼 要技術面很好 教育 教育路用 我告訴你 好不好 今天先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 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